好 各位朋友 下午的课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上午的课 首先回答了一个问题 什么是中国哲学 其次回答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心学 我们首先指出 心学不是心脏学 不是心理学 因为我们指出了 这个孟子讲的心 无法用英语当中的 heart或者mind来表达 倒是在歌语当中 找到一个词叫commute 我们指出了这个心的存在 但是每每被我们丢失 再把他求回来 孟子说这叫学问之道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这个心的王室 实际上是很容易发生 也比较自然 比方说我们出生到这世界上来 最初是台提时代 那叫童心 本来在我们身上 后来会丢失的 丢失之后 就你慢慢成长 慢慢长大 同心泯灭 知道这个世界上 要趋利避害 学会了趋利避害 就进入了人生的 所谓功利境界 这就是心至王室 心至丢失 然而人生也就不自在起来 中国老百姓那句话说的蛮好 自在不成人 成人不自在 我们现在教育自己的 下一代的方式是 让他们早早的不自在 越早越好 在幼儿园阶段 就要四次学算术了 还要学点英语 我们到小学就奥数 这个幼儿园 最好是双语幼儿园 汉语英语一起来 然后早早的 把我们的孩子 推上了人生竞争的舞台 就让他们知道 利害得失 知道自己的虔诚 如何取决于自己 所拥有的 所有的知识经验手段 就更让他们 让他们更找到 丢失那个心 然后再把他们求回来 很难 他们到自己要求的时候 是三十几岁之后 八零后来了 八零后正在反思自己的三观问题 对吧 那么有一部电影叫 《自终将逝去的青春》 他们正在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 反思真来了 我是 八零后的父母 凡是八零后都五零后生出来了 所以五零后对八零后 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债务 叫精神上的债务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现在我跟我儿子之间 可以进行哲学的交流了 因为他们需要了 学问之道 无他求其 放心而已 把这心再求回来 能要安心立命 我们下一代最缺损的 不是知识 不是技巧 不是运用逻辑和符号的能力 而是缺乏人生的基本信念 最缺少这个 有人说九零后脑残 我说他们脑根本不残 我倒脑残了 连那个手机都不会用 智能手机 下载一个软件 我要请教九零后 out了 都叫脑残了 心不残 但他们是脑不残心残 所以大学里要补课了 补人文教育的课 通色教育的主题就是人文修养 就红能法师 第一次见到惠能 惠能从广东赶往湖北 到了黄梅县东禅市 红能法师去见了他 披头第一句话 披头那句话 你从哪里来 你来求什么 那么 惠能就如是回答 我从岭南那个地方来 来求佛法 红能法师说 哦 如是格辽人 什么叫格辽人 中原一带的汉人 瞧不起南方人 把他们看成是南蛮子 给他们一个贬低的充数 叫格辽 如是格辽人 如何学得了佛 会能当即回答 人有南北之分 佛性 本无南北 死言一出 红能法师心里明白了 死格辽 根气达利 根气就是会根 智慧的根 这样的人最适合 把佛法传给他 根气这概念 我们现在不用了 我们用另外一个概念 叫智商 智商这概念 是现代心理学 发展出来的 一种量化的测量 我们支援水平的方式 它的基本单位 叫智商 是个量化的手段 某人可能智商蛮高 会跟很浅 某人很可能智商不高 会跟很深 哪一个根根本呢 复旦大学 医学院某学生 给自己的同学 喝到水里下了毒了 消息传来 我大为震惊 我以为这两个同学之间 有什么深仇大恨 后来调查的结果 告诉我们 并没有深仇大恨 只是平时相处 个性不和 有一点小摩擦 我想何至于如此呢 对这个事情呢 我的第一个反应 这个给同学 喝到水里下毒的 那位学生 在他成长的道路上 肯定没读过 伟大的人文经典 至少没读过 伟大的悲剧作品 他的心灵 没有受到过震撼 他的灵魂 没有得到过洗礼 他不懂得敬畏生命 他智商不会低 第一 考取复旦容易吗 第二 他在复旦医学院 马上要直升 博士了 他是硕士 免试直升博士 已经得到疲倦 一定是高财神 智商怎么可能低 他缺少了什么 他根起不利 他的父母一度认为 自己的孩子成长得 非常成功 考取复旦 而且马上要直升 医学博士 现在他们 他们会怎么想 他的孩子成长得 究竟成功了没有 我跟我那些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成了年轻的父母 我跟他们讲 要重新思考一下 如何看待我们下一代的成功 什么是成功的标准 今天要想新学干嘛 我们这代人没什么希望 真的 希望在80后 90后和00后 我们应当 承认毛泽东说的对 毛泽东说应当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 那段话我们还记得吧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 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的时候 我们日薄西山了 我们经过33年 就改革开放 就33年的奋斗 我们要脱贫 我们想发财 是吧 33年过去了 我们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一个怎样的社会状况呢 我们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 曾经在根本上 帮助他们 营造他们的精神家园与佛 我们教育当中缺失了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追求卓越是吧 失去了灵魂的卓越 这正好是一本书的书名 哈佛大学前 哈佛学院前院长 06年下来不做了 用了一年时间写了一本书 哈佛大学的自我反思 书名叫失去灵魂的卓越 副标题 哈佛是怎样遗忘教育的宗旨的 我看我们中国大陆大学 更要反思这一点 先前还有基础教育 我认为那个佛弹医学的学生 给同学喝的水里下了毒 这件事情不是佛弹的责任 是他这样走过来的 终于进了佛弹 基础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补课 补课为时已晚 我们都知道青少年阶段是什么 人生观世界观成熟成长起来 形成起来的阶段 怎么好不读一点心血呢 传邪落最起码 然后六诸谈经 这两本书是必读的 我们上午讲这个 什么是心血第二个问题 就是讲了这个心 讲了这个心之后 我们就讲禅宗 然后孟子是心血的开创 禅宗是用佛教的语言 讲心血了 修行的方式是直指人心 渐性成佛 那么这个心如何理解呢 看八个字 金刚经理的八个字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句话有点不大好懂 我们平时不都有心吗 还要生干嘛 平时我们有心 但死心是假的 支配着我们的 让我们形成了种种欲望 期待焦虑希望恐惧绝望 等等的这个心 业力造成 因此叫业舍 这个业舍由五个方面构成 叫五蕴 懂一点 佛学的朋友一定知道 无蕴是哪五个方面 心经背过吗 佛经当中最短的一部经叫 是受想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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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颜舍的舍 表示我们的五官 接触外部事物 获得外部事物给我们的感觉 自觉表象 这叫受受呢 我喝这个咖啡觉得味道好 吃那个苦瓜觉得苦 这叫受感受 有了苦和乐不同的感受 于是就会什么 惦念 就欲望来了 这叫想 想来以后 要达到自己愿望的目标 那要行 这叫意志 意志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需要辨别 区分 叫分别事 第五个叫事 受想行事 构成了我们平时那个心了 业力所成 所以叫业势 我们就在此心之中了 我们就是在业势之中了 如何把他破了呢 这个给同学喝的水里下多的那位学生 不就是五硬驱动的吗 设受想行事吗 我们把自己 局限于自己这样一个夜色里边了 我们把自己这个 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小我里 这个小我一定住下 一定着想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使本心来了 本性是我们的心 又是宇宙 这叫大旗性 中国哲学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就是首富和滋养我们的心 他不是针对头脑的 西方哲学针对头脑 中国哲学养心 要把我们的心养得和天一样大 那叫宇宙便是五星 五星即使宇宙 你相信这句话吗 什么叫佛性 不是空计 这就对佛性的误解 佛性不是空计 我们修佛干嘛 把我们的生命情感 统统丢掉 空其心 错了 你要做餐是吧 怎么做 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叫空心静坐 好 舌头一定做得比你好 你比这双石头吧 石头才叫空心静坐呢 千万不要误解了佛性 什么叫佛性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它 我们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男男女女注定的要爱一次的 这件事情不是他们自己个人做错的决定 假如是个人主观上决定的 那么这世界会很奇怪 一部分人决定 一部分人决定去爱 另一部分人决定不爱 没这种事 每一个来到这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注定要爱一次的 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那么这一点恰好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还没来到这世界上已经有东西等着我们每一个人了 我们还没来已经等着我们了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爱情 具体的一次恋爱 跟世界上任何具体的事物一样 生生灭灭 因为具体的爱就是 某一个男人跟某一个女人 那份情感联系 它跟一个苹果是一样的 苹果会成熟的 然后说透了 然后开始腐烂 然后烂到后来什么影子都没了 这一点上爱情跟苹果是一样的 这是具体的两个人之间的那份爱 但是具体的这一份爱消失了 不等于爱本身没了 爱是佛性的一个方面 他不朽 假如某人恋爱过五次 五次都失恋了 于是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他说在这世界上爱情本不存在 如果谁也跟我说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 那叫天大的笑话 他这么想 对还是错了 他一定错了 具体的爱情的消失 不是爱本身的消失 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表明了他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 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佛性啊 佛性是人生不朽之价值的综合 不管什么时代的啊 其中一个方面叫爱情 嗯 哼 那个《非诚勿扰》啊 看过啊 里边用了苍样家措的一首诗 不管它是谁写的 我觉得写的真好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争不解 我读到了这首诗了 我的第一个反应 苍阳家所也许是他 用这首诗 把爱情收归了佛门 什么叫我们的心 本心就是宇宙 什么叫宇宙 人类生活不朽的价值 他不生不灭 不争不解 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做一次来 就是展开我们的人生 就是要进入这不朽的价值 佛学让我们活得更好 不是让我们拒绝生活 于是陆相三说了这样的话 宇宙内视 皆几分内视 王阳明心学在宋朝的仙区人物 陆相三 他说 然后再把这句句子倒一倒 几分内视 见宇宙内视 你以为你跟那个意境的相恋 这是你自己 仅仅属于你们自己个人的事吗 不 它是宇宙内视 然后你失恋了是吧 多痛苦啊 看着别人还照样的手拉着手 花前月下 温元堪育 唯独你 被抛弃了 你感觉到这是一个 我自己这个个人的偶然的不行 不 几分内视 兼宇宙内视 他也属于宇宙内视 不是你个人偶然的不行 我们年轻的一代 要有心血的修养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 年轻的一代当中最痛苦的是白领 我认为他们比 比这个 老武功啊 新一代农民工要痛苦得多 因为他们的处性规定的啊 比方说我如果摆地安的话 我没什么多大的烦恼 城管来了我逃 城管走了我又来了 我最多有点愤怒 就对城管的愤怒 明天怎么样 今天占点钱 先管好今天的肚子 是吧 那么白领是怎么回事呢 他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又随时害怕地落到 让无财阶级的队伍中去 他的收入倒是要比劳工要高 但他还没达到财务自由 这个阶层普遍的心理疾患 又有一项发病率最高 或者焦虑或者忧虑 无非这两种 我绝会虚言 我看到了80后 就是我的下一代 我的儿子的那些同学 聚会了 我旁听了 他们是主要发言人 他们很喜欢我 因为我跟他们之间没有什么 他们认为本来应该有的代歌 他们很想听 王老师 希望王老师听听我们讲 然后再问问我 我发现他们十个八个 十个当中有八个有焦虑或者忧虑 怎么办 寻找心理医生吧 有用吗 心理学的用处 怎么用的 心理咨询医师先教你 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一开始满有点效果 后来又不行了 不行了 几次不行之后 心理咨询医师最后一招 在他的口袋里 那叫药 从此患上了什么 药无依赖症 我认为如此普遍的忧郁症 焦虑症 他们叫什么综合症 等等 我也搞不清楚了 医学中 心理医学又巧立明末了 给他们规律的讨论 其实呢 为什么不发病率如此之高 它不是基因上的问题 有的是基因有问题的 它一定会犯什么 任何时代 在光明的时代 它也要犯的那个病 但现在这发病率普遍 我们复旦大学 哪一所大学 现在没有心理咨询中心的 我心里想复旦大学 要心理咨询中心的吗 就针对年轻的大学生 用的是现代科学 叫心理学 其实根本问题在哪里 在心 所以心理学不是心理学 他们最需要的是心理学 而不是心理学 什么叫心学 改变人生态度 这是最根本的事 他们的人生态度 在根本上没改变 他们只是受制于 这个时代的驱破 时代把那些价值标准 成功目标 全部给他们了 是吧 有人问 在今天讲王阳明心学 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这就是 我们能不能怀我们中国人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一个此心光明 异负和言 王阳明讲的 王阳明 临走之前 留下八个字 我还要说什么呢 不必说了 我还要说什么呢 一副和言 此心光明 此心光明 不管周围怎样的黑暗 我们的心光明 王阳明 王阳明的心血在中国 我是借到日本 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叫高赖武次郎 他写过一本书 叫日本之阳明学 我引用书中一段话 念给大家听 这是个日本学者 写的的本书 叫日本之阳明学 其中这么说 我帮 就是他们日本 我帮阳明学之特色 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 事业家 就自己是干的 有活动的事业家 藤树之大校 藤树是一个人物 他对父母的那个校 感动了全体日本国民 翻山之 敬论 翻山的讨学问 哲离之薰化 哲离是个教育家 中桥之现生事业 中桥又是个日本人 乃至 唯心 就日本名字唯心是吧 乃至唯心 诸豪杰 正天动地之未业 无业不由王学所赐 都是王阳明兴许赐给他们的 那么些人物 把日本从古代社会 推到近代社会中去的 其中最大的一次变革 各位都知道 名字唯心 那些名字唯心的领袖人物 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的豪杰们 无也不是王阳明的信徒 日本有一个海军大将 东乡平巴郎 一身有一块腰牌挂在腰上的牌子 上面刻了一行字 终身俯首 拜扬明 一辈子崇拜扬明 日本国民是精神 有扬明学所赐 我不免感到 一点凄凉了 这本是我们的大思想家 你到绍兴那里去看一看 你去拜扬一下王阳明的墓 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发现 我是签进去的 那个墓是谁修的 日本人修的 然后束了那个背 我怎么知道日本人修的 这个背背后刻的全是什么 修墓的日本人的名字 他们每年都要来的 让我们的下一点 能不能早一点告别心理资讯 事情就这样 好 我们接着讲 没有禅宗 或者更具体的讲 如果没有慧能 近午后来的 陆相山王阳明的心血 所以隋唐时候的佛血 他的最高成果禅宗 为宋明心血 准备好了思想材料 是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我们上午讲到了慧能 一个文码 不识字的 到了黄梅县东山寺 红龙法师 了解到了 通过他的回答就知道了 此刻了更其大力 是吧 但是没有马上收他多土地 因为怕有人害他 这东山寺现在核心问题 一波传给谁 红龙法师年岁大了 一波的传承是一个继承权问题 当时是唐朝朝廷支持佛教 每一个寺院的方丈 同时一定是寺院地主 广有天产 所以一波的传承 同时就是天产的继承 从此寺庙里就不清静了 红龙法师有很高的智慧了 跟慧能说 我不收你做土地 但我也不敢你走 你到聪明房里去劳动 叫他去聪明去 这是对慧能最好的保护 后来终于 我上午也讲到 红龙法师觉得要传一波了 把众弟子们教导更前 跟他们讲话 世人生死世大 如等跟我学佛 终日只求福田 不求出离生死之苦海 自信若迷 佛何可救 对他们都不满意 如等 就你们各做一记给我看看 叫他们做记句 就佛教当中的这种诗歌的题材 用一首短短的诗来表达 对佛法的领会 这叫考试来了 后来 中弟子们回到疗坊里 都想做还是不做 后来一字的认为不必做 不约而同的认为不必做 眼看我们的师父 最喜欢的一个弟子 叫神秀 让他做了首作弟子 将来一波肯定他得 我们也去做记句 等于跟他竞争 将来他得了一波 没有我们好果子吃 所以大家想好了不做 神秀也要想做 还是不做 他心里想如果不做的话 一波肯定拿不到 如果做了之后呢 师父见了说做得不好 不光得不到一波 还在中弟子面前 失去了威望 究竟做还是不做呢 进退两难 后来想出一个妙计 做还是要做的 但不要属明 在半夜三更里 把它写在墙上 等师父来见了 说做得好 承认自己做的 若说做得不好 便不要自身 大家继续 蛮出名的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复事 勿时漏尘埃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 不仅看成肉体 而且应该看成法身 像菩提树一般 所以第一句话 因为 摄迦牧尼在菩提树下悟道 所以菩提又成了 智慧的象征 第二句话 心如明镜台 我们的心本来很干净 像明镜一般 但是来到这人世间 人世间到处都是灰尘 就要到处都是烦恼 是吧 难免要沾染上灰尘 怎么办 时时勤复事 要不断的擦擦擦 勿时漏尘埃 不要让它沾染上灰尘 弘弘法师看到了 心里明白 一定是生锈所做 师父对自己的弟子 所达到的境界 了然于凶啊 跟弟子们 中弟子们讲 你们从今天起 每天都要背诵 这个祭区 对你们修行 有很大的好处 私下里把生锈 造到方丈深了 问他 这个祭区是不是你做的 生锈说 是我做 如做此机 未见本性 只在门外 未入门内 如再去做一手 给我看看 对他这个祭区不满意 叫他再做一手 随后的几天里边 神秀神思恍惚 再也做不出第二手 中弟子都在背诵 他的祭句 被慧能听见了 慧能在聪明方里劳动 听见了 问一个小和尚 你们都在念什么 小和尚跟他们 跟他讲 我们的师父说的 神秀手作 这个祭区 每天都要念手 有大利益 对修行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慧能就说 我不识字 你能不能完整的念给我听 那个小和尚就念了 念完之后 慧能说 我也来做一手 边上又有一个和尚 笑起来了 你这个阁了 还做什么技术 到聪明方里去 聪明去吧 瞧不起他 鬼能马上回答 马上跟他讲 切不可轻视初学者 轻视他人 有无边无量的罪 上纲上线了 那个人听了有点慌 然后慧能还继续说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莫义志 那个人更慌 我们现在后来 不是中国人后来说句话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疑惩 是吧 此话哪里来 就从慧能这句话里 套出来 画出来的 下下人就最卑贱的人 却可能有很高的智慧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地位很高的人 却可能没智慧 那个人后来慧能说 我不会写字 烦恼你帮我 把我的基础也写在那个墙上 那个人说 你先念吧 慧能就念了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露尘埃 那类一听果然境界高了 但还不愿意帮他写 他跟慧能讲 你要我帮你把他写在墙上的话 要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到时候你得了一波的话 必须先来度我 慧能说 这没问题的 终于那个人帮助慧能把记句也写在墙上了 红龙法师看到了 众弟子都在边上 红龙法师脱下自己一只鞋子 用这个鞋子把墙上慧能的记句擦掉了 说了一句话 亦未见本性 也还是没见到本性 当然这是对慧能具具的保护 众弟子一看我们师父也不怎么欣赏他的记句 慧能就是继续安全的 但是这句话仍然是真话 红龙法师没说假话 佛家不打妄语啊 慧能的记句境界似笔生锈的高 但也还没见性呢 也就是说还没成佛呢 见性才成佛嘛 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两个记句的差别 然而再说明一下为什么慧能也没有见性 慧能的记句境界要比神秀的记句的要高对吧 那么究竟高在哪里呢 神秀的记句毛病出在哪里 他说我们有一个本来干净的心 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有可能要沾染上灰尘 那么什么叫修行呢 这个神秀用这首继续表达他对修行的理解嘛 什么叫修行 不断的插灰 什么意思呢 就不断的把我们的心跟外部世界割绝开来 要保持这种割绝 外部世界为什么我们要跟他割开 因为外部世界充满了烦恼 好在这层意思里边他把心跟烦恼对立起来了 对立起来了 这个对立错了 我们上午已经讲过烦恼来自哪里啊 就来自我们的心啊 智慧跟烦恼是对立的是吧 但他们同错一远 根源是一个 还是那个心 你怎么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 叫二元对立呢 这是其中一个错误 还有一个错误 他把修行看成是对烦恼的拒绝 这意味着什么 把众生的烦恼拒之门外 求个人的治疗 那叫少成佛教 只求自己的解决问题 这不是摄加茂尼的智慧 大智慧就是大悲悯 你没有悲悯你就没有智慧 我们怎么好把众生的烦恼拒之门外呢 我们要拥抱众生的烦恼 把众生的烦恼也看成自己的烦恼 把众生的罪过也看成是自己的罪过 这才是大乘佛教 这才是大乘佛教 啊 毛病两个方面 烦恼 1 8 2 1